哈囉 我是棒球飛行小豬 先過一隻再說 可能會在牆上 今天就來開箱迪卡農戰術的球棒 一隻是3-3敗 一隻是3-3的 等一下就來測試看看 那先打一下透視 OK 趁空閒的時間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球棒的規格 這次迪卡農出的球棒是北美風墓 相較於一般的風墓 它的硬度比較高 彈性也好很多 棒型比較像SSK的G24 棒頭比較大 握把是呈喇叭形狀 喇叭型的握把 它會比較服貼你的手掌 但好或不好就見仁見智 畢竟每個人的習慣是不一樣的 球棒的尾端做得比較大一點 因為G24的棒型 它的棒頭本身就比較大 如果你的棒尾是做得比較小 你在下棒的時候 你的右手就必須要出更多的力量來揮擊 但是如果尾端做得比較大 棒子的重心就會比較平衡一點 你在揮棒的時候 就可以很輕鬆地將棒頭帶出去 對初學者來說 除了271或243以外 G24的棒型也是你很好的選擇 這次配色有兩種 一個是黑紅的配色 另外一個就是全紅的配色 就看個人的喜好來決定 兩個顏色的尺寸都有33跟33半 就看個人的習慣來做選擇 力量比較小的我建議你可以拿33吋 比較壯一點的人你可以拿33半 雖然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它的擊球力道 跟飛行距離都會增加 是怎麼回到最大是 是我們在核心去部分 都可以找到框子 都可以找到框子 是我們要去找個框子 真的沒有什麼 都是我建議的 因為在其他 measur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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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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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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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